大家好,我是老王 今天带大家去看一套房子 这套房子是我替新疆的家人看的 中间跟我说房子的情况是大概55个平方 然后一楼带花园,毛坯房,南北通透 价位是十几万 其实我在这里住了这么长时间 就我的了解,我觉得十几万的房子有点贵了 如果说是对楼层没有要求的话 应该可以买一个比较大一点的 楼层高一点的房子可以买比较大一点的 甚至还可以买一个装修的不错的房子 这栋房子要十几万 是个一楼的毛坯房 这对我的预期价格是有点高的 已经约好了,我们就去看一下 看一看他说的这个房子究竟值不值十几万 这里是小区的外面,有一个商业街 进到小区的内部,看着路面还是挺干净的 这条主路的绿化也可以 但是我感觉这个小区的入住率很低啊 进到小区里走了好一会儿,都没有碰到人 而且这个小区啊,卖房子的特别多 进来以后有很多人家都贴着出售 对这个小区的第一印象就不是特别的好 哎呀,这个小区跟小区就是不一样啊 有的小区住的人满为患,有的小区冷冷清清 这是我们要看的这套小房子 一开门就是一个厅 这边呢是一个小厕所,太小了 我感觉连个洗衣机可能都放不下吧 这个是个长条形的厨房 看着这个面积感觉也不宽确啊 这个房间是整套房子里最大的一间 是一个主卧室,也是唯一的一间卧室 卧室直通阳台 这会儿呢,好像还是有一点阳光洒进来的 从这个窗户望出去就是一楼的花园 不是很大,也就是从这边栅栏到那边栅栏 大概有个几平方,这么小的地方能叫花园吗 咱们又回到了这个客厅 这间房子我是真的不太满意啊 客厅这么小,直直地对着大门 我觉得从风水上讲这个也不太好吧 如果在后面的墙跟前摆上一组小沙发 一开门就成了开门见山了 这个户型真的设计得太奇葩了 就这样的房子还敢要十几万 说真的,这个房间十万以下我都不会考虑 一进门就感觉是怪怪的 风水不好,住着对人也不好 这是花园的后面 这哪里像是一个花园啊 整个就是一楼的小区绿地吗 今天看的这套房子,大家觉得满意吗 对于这样的户型,你们有什么吐槽的 反正我是特别不满意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给我留言哦,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